日本2024第七届明铁观光杯国中棒球交流大赛 8月10号到14号将会在日本年首线圣钢市来举行 于去年华林市公所参访团是特别前往的圣钢市友好访问时 圣钢市长就特别邀请华林市能够派队出去 进行参赛交流 而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由华人国中棒球队前往参赛 现议员魏嘉贤美合了民间社团挹注部分的经费前往圣钢市 而2号的下午也特别前往国福棒球来为选手们加油 希望能够夺下好成绩 日本2024第七届明铁观光杯国中棒球交流大赛 8月10号到14号要在日本岩手县圣钢市举行 华人国中棒球队将前往参赛 队职员一共22人 8月8号要启程前往 虽然有体育署县府教育处经费之印 不过为了让选手们出国可以更安心 现议员魏嘉贤更是媒合民间社团挹注经费支持 那这次要特别带华人国中的棒球队 也是第一次我们要到日本参加明铁杯 东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棒球比赛 那这次也希望选手们有好成绩 当然在成型的过程里面 非常感谢我们迪布斯拉议员 那还有我们副婚旗委员跟徐政卫县长大力的协助 那当然还有港区福伦社 还有一个彭丽文董事长 大家一起帮忙找了非常多的费用 能够让孩子成型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到圣钢 严守的一个棒球赛里面 能够达成一些协议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能够跟花莲的姐妹是 未来我们棒球选手过去的时候 他们能够做一些落地的安排 那这些孩子可能需要准备机票 那未来他们的孩子来到花莲之后 我们也能够签署相关的运动的一个合作协议 能够来到这边我们也来全程接待 那参加我们的比赛 也能够借由交流的部分 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棒球水准 这一次能够前往参赛 原因是花莲市公所参访团 前往圣钢市友好访问时 圣钢市长特别邀请花莲市 能够派出队伍进行参赛交流 在多方努力下 决定由华人国中棒球队前往参赛 先元魏佳贤也希望 选手们在比赛交流之外 也要帮忙做好花莲的城市外交 让日本友人认识花莲 华人国中棒不棒 棒 见了我们圣花莲市报道